各位家人们 各位新老朋友 喜欢养蜂 准备养蜂的朋友们 大家中午好 这为期一周的培训 今天是第四天了 封闭式培训 这几天我也出控整理了一些 相关的养蜂的一些知识 相关的一些知识 结合我自己养蜂的一些经验 对一些就是喜欢养蜂 养蜂中蜂爱好者 中蜂爱好者 分享一下 养蜂前你的一些准备工作是什么 咱想养好蜜蜂 养好中华蜜蜂 首先咱要了解 首先咱了解 你当地的一些蜜圆情况 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甘肃的蜜圆植物 其实品种很多 730多种 但是适合于 能产蜜的这些大蜜圆 大宗蜜圆植物 也就是27种 20来种 举个例子 我所养蜂的地方 我所养蜂的地方 这个大蜜圆植物是什么 你看我所养蜂的就是 甘肃省天市 媒基区党川镇 党川镇的话 它属于青岭山外 青岭山区 海拔在1800米 我那个风潮是海拔1800米 到2000米 它所所的蜜圆植物是什么 咱说大蜜圆植物 就是成片的 离你的这个养蜂 直径在三到五公里 不要超过五公里 三公里之类的 这种大宗蜜圆植物 你看像我的那个山里面的蜂场 主要是什么 五被子 断树 七树 七树 当然零星蜜圆也很多 你像一些野葡萄啊 野樱桃啊 野果树啊 这些 包括一些草本的中药材啊 野生的一些中药材 这样的一些蜜圆都比较丰富啊 那像山外面的 我们的大宗蜜圆植物是什么 杨淮 最早的是什么 油菜 油菜 杨淮 狼牙刺 这都有成片的 这就是大蜜圆植物啊 你一定要了解清楚 你跟前的大蜜圆植物是什么 零星蜜圆其实很多啊 就是零星蜜圆的只能是供这个 咱这个蜜蜂蜂蜂的一些口粮啊 不会给你有富裕的 说是让你去取蜜 不会给养蜂蜂带来一些效益啊 就是能取蜜的生产 咱这个 原蜜的这些蜜圆植物 咱一定要了解清楚啊 最少你跟前要有两三种 就是大蜜圆植物啊 这样的话就比较适合一些 你像蜜圆植物在甘肃的七百多种啊 能生产商品力的 二十多种 一定要了解清楚啊 油菜 杨怀 牢牙刺啊 野草 这都算比较大一点的 包括紫花木屈啊 紫花木屈 虫树啊 畜虫啊 这些都是比较大一点的蜜圆植物啊 你说这什么櫻桃啊 果树这些就 这就属于零星蜜圆啊 零星蜜圆 头星里啊 这些果树啊 这就属于零星蜜圆啊 首先咱要了解 就是你跟前的这个蜜圆植物啊 是什么 第二就是 你要掌握你的这个 跟前 你的这个所处的这个 大的这个气候环境 气候环境 气候环境包括什么啊 就是冷暖干湿啊 这这些冷暖干湿这些气候 包括光照这些 你去找物 还有就是你 养蜂的这个 蜂场的小气候环境啊 小气候也很重要啊 包括蜂场周围的这个 有没有干净的水源 水对蜜蜂的这个 影响很大啊 影响很大 一定要有干净的这个水源啊 这是我们养蜂之前 必须要了解蜜蜜圆 跟你的这个大气候 包括小气候啊 因为你错个五六公里 都有会有小气候的差异啊 包括你山上跟山下 气候差异 都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咱一定要了解清楚 然后就是 咱要考虑你养什么蜜蜂啊 咱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一下 就是风中的影镜问题啊 风中的影镜问题 这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啊 风中的影镜问题 我讲的就是咱情领的啊 一些情领中风啊 黑麻风 它的这个抗寒性 抗病性 抗逆性啊 包括它的一些风风性啊 还有这些飞陶性啊 道性啊 包括一些这个抗病能力啊 什么抗OU啊 抗这个狼状啊 这些都要了解啊 我们这个情领中风啊 它就是风风性比较弱啊 维持强穷 然后采密性的这个蜜蜂啊 它的采集能力比较强 抗病能力 抗寒能力 抗逆性比较强啊 海拔的1800米米到2000米左右啊 就是这么个风中 就这么个风中 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如果说你影种 或者说影种的情况下 就是还是从我们当地去 选购一些好的这个风中啊 当地去选购一些好的风中 不要这个跨度特别大啊 那么我们要了解 咱这个中风的品种到底有哪些 中风的品种是按地域性来划风的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像我们这个情领蜜蜂啊 它的品种就是属于我们的北方中风啊 北方中风 北方米 北方米风啊 这个这个 这个咱了解到就就行了 这个其实按照是地域性来划风的啊 你包括 呃 华南啊 华北啊 呃 呃 这些这些 这些 咱这个风穷就是按地域性来来划 来划风的啊 你看这个 咱这个 中风的品系有 有北方中风 华南中风啊 华中中风 原贵高原中风啊 长白山 海南啊 阿坝 西藏啊 还是什么 正兰啊 这些就是按地域来划风的 咱都属于北方 北方的品种啊 北方的品种就是正常情况 就是黑马风啊 风王就是黑马风比较多一些啊 财经能力比较强啊 财经能力比较强 那么呃 有的人可能说最近啊 可能从网上有有 什么划到什么什么扶牛王 这个王 烂个王啊 什么双色王 啥的这些 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个是有地域性的 有地域性的 它不是说 它这个风种 就是 蜜蜂的品种 就是这个 它品种是按照你地域性的 啊 没有说这个 这个种类是什么样 而是按地域来划风 一定要清楚 你当地适合养什么样的 蜜蜂啊 一定要适应什么蜜蜂 因为你举个例子 我们甘肃养蜜蜂 咱就养北方蜜蜂啊 全能蜜蜂 或者当地的这些土蜂 是最好的 如果说你 你引进 云贵高原的 对吧 这些蜜蜂过来 可能不适应 它蜜蜂迁啊 它是一年一年的迁徙 它的这个 各方面 它是有变化的啊 你像你 你把四川的风种引过来 举个例子 它 首先 它那边的气温高 在这边气温低 它月中期 对吧 你像今年这个特殊情况 咱这边的蜜蜂 月中期可以达到六个月 真的把你达到六个月 现在蜜蜂还没有大面积开展 对吧 如果那边的蜜蜂天气暖和 人家停产的时期就三个月 你引进过来 你试一下 你的蜂王 第一个冬天 你的蜂蜂第一个冬天 能不能安全越冬 这就是个问题啊 这就是个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在那个蜂中 蜂中的一些特性 一定要了解 这个问题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如果说你是大规模的养 一下你就引进了几十箱 几十箱 有项目的这种 或者上百箱的这种 一定要根据当地的气候 选择一些 就是跟当地气候相差 不要超过四五度的这种 这种蜂蜂 蜂蜂蜂 包括它的这个采集能力 看是你养蜂的目的是什么 对吧 如果说你出出蜂蜜 或者说受蜂 还是说你有别的用途 还是出出蜂蜂 还是繁蜂为主 这个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目的 去营种 如果说只是一些爱好者 你只是一些爱好者 我养个一两穷 或者三四穷 那我建议如果你当地有这个大型蜂蜂 或者说当地蜜蜂植物丰富 你可以选一些好的地方去 诱蜂 诱蜂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党传证有一个钩 诱蜂很好的钩 人家有勤快的人 就是升山老林里面去诱蜂 人家一天能最多的能诱到 二十穷到三十穷 一天能诱到二十穷到三十穷蜜蜂 就是蜜蜂蜂蜂蜂漆 这个时候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他影中 他那个蜂蜂蜂 就不需要去购买 对吧 如果在那个当地有这个 蜜蜂比较多 蜜蜂蜂蜂比较蜂蜂 你诱蜂的话 还是比较容易的 比较容易的 你说你就养个几蜂玩一玩 你可以多放几个诱蜂蜂 对吧 后期我会给大家 包括去年的这个作品里面 我分享过就是 如何诱蜂 如何诱蜂 选择这个诱蜂蜂的位置 这个作品都有 视频都有 大家可以翻着去 去找一找 去找一找 这就是说 你刚起步 你大规模的养 跟小爱好者这种养法 就是不一样的 大规模的养 你可能说诱蜂比较麻烦 你要翻山越岭的 对吧 你还天天跑去看 有的人看来新手朋友 今天去看一下 明天去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诱蜂 这个比较麻烦 如果说你小贩 这到一个乐趣去做的话 你就可以去做 如果说你去大规模的 到一个产业去发展 诱蜂的话 可能比较费功夫 你真的说你以上规模的养 你就没有时间去诱蜂 没有时间去诱蜂 这就是咱的区别 你是准备当一个兴趣爱好做 还是准备当一个产业来发展 这就是你影种方面 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就是购买蜂种的时候 给大家给到的一些建议 一定要了解咱这个地域性的 这个蜂种的不一样的特性 不一样的生物学特性 它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蜂王的表现绝对不一样 有的它就是财蜜型的 维持财蜜型的蜜蜂 不一定穷是很大 六匹七匹的蜂 财蜜 它一直能维持那个六匹 七匹的强穷的这个 蜂量 财蜜特别厉害 有的你看它是爆香了 十匹 甚至你夹击一下了 但是它不见得能打下蜜 所以说咱们把这个蜂种的引进 一定要考虑清楚 这个就是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千万不要去 涂一些便宜的东西 涂一些便宜的东西 便宜的东西 上个视频我也给大家说过 一封架起来一封货 太便宜的东西 你后期你的花费 会超出你的预想 会超出你的预想 因为蜜蜂本身是一个灵虫 本身它就是一个灵虫 你说像中蜂养殖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自古以来 它蜂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 有人类以来 它就有这个野蜂 它就是野产蜂蜜 它是从野蜂的蜂槽里面 获取蜂蜜 第二个阶段才是啥 把野蜂凶化 就是把野蜂给它安家 慢慢的迁移 迁移到方便管理的 自己的场地上来 这是第二个阶段 就是迅换人工养殖 这个人工养殖迅换 就是中国养蜂第一人 就是咱那个天水 天水人 他的名字叫江崎 东汉时期的人 东汉时期的人 在我们天水 青州区 青州区 就是最早 中华蜜蜂的这个鼻祖 就是我们甘肃的 甘肃天水的 所以说 我认为我们 既然甘肃天水 有这么悠久的 这个养蜂历史 那我们为什么 不能做这个养蜂产 对吧 我们要不断的 还是要不断的去宣传 还是我们没有做到位 说明 这个视频呢 也比较长 给大家暂时分享 这下一个视频 我给大家再分享 别的内容 别的内容 好 感谢各位新老朋友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